經常都說會去關心人 去歡迎人 有什麼人是新來的 是會歡迎他的 我試試做一個統計 在這裡 這裡有幾多人 你認識這裡起碼十個人 請你舉手 這裡有認識起碼十個人 都有 都有 那不是全部人 你舉手看看 有幾多人認識十個人 起碼十個人 OK 好啦 認識20個 認識他是誰 20個 OK 好 認識30個 少一點 30個 好 認識的 有幾個認識的 沒什麼人 原來我們學習 首先我們去歡迎他 就是那個人未認識的 其實新人來到教堂 會不會馬上很舒服的 不會的 其實我形容他有點像企鵝 站在那裡 不知道做什麼 是有這種的感覺 但如果有人歡迎他 感覺是很不同的 所以歡迎 和接納 不是只是 嗨 以後就沒有了夏文 是接納他 接受他這個人 並且關心愛他 和祝福他 提升他的生命 我們問一下我們自己 我們做得夠不夠多呢 我們有沒有做 有沒有心定義地做呢 神感動我 我相信耶穌 沒有多久之後 因為我呢 我要很清楚知道神是真的 那我由我相信耶穌 那我當我知道神是真的 那我都好奇 教堂的人是不是 個個都相信 就是我自己相信 所以耶穌沒有多久的時間 那我就開始呢 就在教堂呢 那時候回來 那時候我初頭就回團契 還未懂得回崇拜 那我跟那些團契的人 聊聊天 發覺原來有些人 是未曾肯定信耶穌的 未曾知道神是真的 那所以呢 我就特地 下一個禮拜 我就早到 然後又遲走 就陪他一起 那時候我住在跑路地 陪他一起走走到 出去外面 又回自己 走回來 就是神都給我這個心呢 一信主之後 我就開始去關心周圍的人 那後來神在崇拜裏面的人 我都去關心 我發覺原來 很多人的信仰是很軟弱的 其實我們能夠堅固一個人的信仰 神會不會歡喜呀 神會很歡喜的 想不可以這樣做呀 我希望大家都願意這樣做 因為你可以做得到 那當然需要一些的訓練 大家可以在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 除了第一個禮拜之外 其他都有侍奉訓練 各方面呢 你操練 那其實呢 歡迎人都不用怎樣訓練了 就是建立靈命 就需要訓練的 好了 首先呢 我們講到接力 人羊相處 是不是會有問題的 是一定有的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學習 怎樣處理人的罪 因為跟人相處呢 很快就會發現 哇 他又講那些閒話 他又講那些不好 他又發脾氣 他又答應了 他又遲到 很多人的問題呢 就會在相處的時候出現 好了 其中一個問題 在教會裡面會發生的 就是說 有新人來了 這個圖畫有新人來了 那 這些都是罪 人家去關心 這個是罪 就是自己推卸責任 人家關心 我是嚇人 我鼓勵大家 如果你已經開始回這個教會 你不用回很久 你回去兩三次已經說 我繼續在這個教會 其實這個教會有神的話語 有聖靈的充滿 有侍奉的訓練 有各方面的生命的發揮 有好的敬拜 有關心人的牧師 我是很關心人 很多人都找我 要帶來牧師 都是關心人 我看到有人需要 我是很樂意幫助的 希望大家來到 不要覺得自己嚇人 個個都是主人來的 教會是屬於我們的 有些人說 我很害羞的 害羞的 不敢的 這都是一種萎縮 令到我們不能夠遵從神 沒有遵從神就是犯罪的 不一定說 偷東西才是犯罪的 沒有遵從神就是犯罪的 我還是被人幫助那個 有些人說 人家還是幫助我 我還有很多東西 需要釋放 需要幫助 那你都可以分口給別人聽 鼓勵一下人 那你已經是幫助人的 或者我不夠資格 我不行的 在神國裏面 沒有分有沒有資格的 將來到了審判的時候 耶穌說 你沒有資格 這樣就不用了 你不用侍奉 是不是這樣 不會的 所有人無論有沒有資格 然後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是缺乏關心和憐憫的心 我們心裏面有沒有這種心呢 見到人就憐憫 我見到人 我就很想認識他 很想幫助他 我希望大家都有 這個心 好了 講一下為什麼有些人不信耶穌 有些人不回教堂 有些人信耶穌不回教堂 有些人不信 很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基督徒的傷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你有試過被基督徒傷害過 有些人都有 其實原來有很多人不回教堂 因為有基督徒的傷害 所以第一我們要學習 我們自己留意我們的說話 我們跟人說話的時候 有沒有令到人覺得不舒服 我想說 我們教育一定有規則的 用一個例子 譬如我們崇拜的時候 不用這個洗浴間 有個新人來 他就想用 那你說 不要用 那後果是什麼 以後他不回 你一次 或者你說 不行的 現在不可以用 這樣他就不舒服 可以這樣說 我們崇拜時間 這裡不用 外面有個洗浴間 可以用外面的洗浴間 是不是這樣好很多 其實有時候 一些說話 一句說話 我們不知道 出口那個人 很受傷的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 人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做的人不覺得 譬如很簡單 大家一起做什麼 用什麼 每個人都認識 有一個人生來 他不知道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又不知道做什麼 你走完 我們現在一起做這件事 那他就明白了 那是不是會舒服很多 或者 有些人 不知道坐在那裡 你陪他一起坐 這些都是 我們能夠幫助人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留意 原來基督徒 是可以傷害人的 有時候 無意 有些人是有意 或者不可以 他不是特地有意 他是說 我要執行神的吩咐 我要執行這個教會的規則 那時候 我們都想著 一定是以愛心先 愛心比較規則 更加重要的 那就是 我們 其實不只是教堂 我們出去都是一樣的 平時都是對人 跟人相處 都是不要發脾氣 有些人就是這樣 教會不發脾氣 回到教堂 不是回到家 就跟家人發脾氣 因為覺得 家人仍然相處 不要緊 但其實 這個都會伴到家人 不想回教堂 因為你回來 這樣發脾氣 你又不開心 你又瘋瘋瘋瘋瘋 你只顧自己 這樣的時候 都是一個不好的辯證 另外有些人 回來教堂很多年都沒有人幫他 沒有人關心他 沒有人關懷他 沒有人栽培他 所以他的信仰永遠都很初步 很遠都是軟弱 有些人說 這當然是牧師做 牧師怎麼做到這麼多 其實我們大家聊聊天 很簡單一句說話 有些什麼 我要為你祈禱 他講出來 我們在這方面 就可以開始幫他 他說 我家人有很多問題 我不開心 這個位置就可以進去 就可以說 你告訴我 有什麼不開心 我知道你有困難 我們怎樣可以幫到你 或者你覺得有什麼困難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用像一個老師那樣的方法 而是一個引導回應他的方法 所以呢 我們栽培一個弟兄 耶穌說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巴林密的賞賜 那你栽培一個弟兄會怎樣 更大的賞賜 更大的賞賜 因為這個更加重要 是吧 因為你提升他的靈命 好了 還有很多時候 人說話容易傷害人 得罪人 都不知道 其實 我將來會有一篇 說話的 大家想想 你家裡說話 會不會很多人都 我有沒有搞錯 這樣 這麼難吃 這麼鹹 有沒有搞錯 這些說話會不會有時候出口 你都沒有做什麼 你都不乾淨 這些說話是真的 不過 怎樣說法 原來很重要 所以我們留意 我們說話 是不是會傷害人 這個是不要去見證 影響他們 不會相信耶穌 或者很多人 不相信耶穌 他自己的問題 他沒有心 被世界吸引 但是一部分 是因為別人的緣故 很多人信主的原因 是因為基督徒愛心 不是幫助 人的影響 都是很大的 或者他經歷釋放醫治 經歷釋放醫治 是不是 神有空中 走來醫治他呢 很多時候不是 是有人關心他 為他祷告 其實我們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做 當你試過做過 受過訓練 這個就是我們在 星期日下午的訓練 就是可以幫助你 將來醫治釋放 那你的同學朋友 哎呀 我睡不到 這個就是一個機會 那你又可以分享自己 我也試過睡不到 其他肚好 那你想不想 我試用為你祈禱 或者他說 我好煩 好壓住 好不開心 被人罵完 好激氣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入手 但是我們不要馬上教他 你這樣悔鬼信耶穌 你就行了 而是呢 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不開心啊 你覺得怎麼樣啊 就是要去講一下 回應他 他就覺得被關心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入手 能夠去祝福人的 那時候呢 我們教會就一直興旺了 一直更多人 那這個目的不是 這個教堂有什麼特別 這個教會有什麼特別 而是神想所有教會都復興 變成這個教會有清晰的目的 是四年中 是想更新更多人 栽培更多人 興起這個世代的復興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能夠去 真的有這個心 神啊 我願意成為這個教會的 一個支撐的分子 支撐這個教會 更加成長的 好了 當人見到人的問題的時候 有很多種反應 人相處一定有問題的 第一種就是不喜歡 這個人是否搞錯啊 有些人看他樣子已經不開胃了 有時候人看樣子 看他的衣服 哎呀 那些衣服都是污穢 不喜歡他了 或者不能夠忍受 哎呀 他真的不相信 哎呀 這個人真的很煩 跟他說話很煩 這些都是人會相處的時候 或者看小人 這個人看他說話 哎呀 沒有什麼學識的了 什麼都不行 或者 教徒有沒有講行話的呢 講行話 有沒有講行話的呢 其實哪個地方都有 但是我們要知道 凡人所說的行話 當時有些人知道怎麼樣 必要句句恭出來 每一句 我們講人的行話也要恭出來 所以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想著 耶穌聽到 耶穌都說 你是忠肯 你是想祝福他 就不像是為講閒話而講閒話 這件事是非常小心的 我們說的話都是造就人的 不要去講閒話 這些行為的說話就造成傷害了 右邊就是代表好的 好的是怎樣呢? 接立人就算他怎樣也不好 這幅圖畫你看到這個人 他的樣子真的 可能被人家燒傷 他的樣子可能人都會很害怕 但是這個小朋友都依然是請他喝東西 接立他、關心他、幫助他 還有選擇閒話 這都是基督徒做的 是會令人更加看到神的真實 是不是重要啊? 其實很重要 我們發覺耶穌的教導 很多講到基督徒應該做的 很多是跟人有關的 你留意看看 是有很多講到閒話人 去做在小子的身上 審判的時候都是看 我們有沒有做了一個小子的身上 耶穌說以善性案 是別人要你拿一件衣服 你還給他另一件 別人要你做甚麼 你更加加倍去回應他 這都是聖經所說的 首先說到有時人 看到人就會生氣 會越來越激氣 越來越多煩惱 我們一起度一度 有看一書一三個十五節 凡恨他第希擊就是殺人的 你永曉得凡殺人的 會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哇 恨人就是殺人 殺人就沒有永生 那你說 哇 是不是這麼誇張 那我想說 恨人有程度的 要看一看 左手邊 首先不喜歡他 這個人真的說話 做話 真的很多事情令人不喜歡 那你開始是數算他的不好 他有甚麼不好 這個人最做得多的是甚麼呢 是那些越是接近的人 家人 和小組的人一起 越相處得多 就越容易有這些問題 那後來越看完不順眼 打了卡 即是不好的 不應該這樣做的 越看完不順眼 那你就會定他的罪 這個人真的好不好 那可能他真的有不好的 問題就是 他不好是否我們會定罪呢 聖經講都是 我們饒恕人 我們不是定人的罪 因為我們定人的罪 都定我們的罪 如果我們說這個人 有機器勞操傷的人 我們問問我們自己有沒有試過呢 如果我們定人的罪 神又定我們的罪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都一定有罪的 以後呢 不嚴恕 那麼越看越爭論 哇 不想見他了 那麼希望他消失 那時候呢 有意無意就會顯露出 一種厭惡 或者是爭恨出來 有沒有有時這樣盡情 一個盡情慢慢有 開始不喜歡 見到他 小組沒有跟他一起 沒有跟他一起聊天 好像覺得 就是很難接納他的 那時候是無詠心 反而是怎樣呢 自己害自己的 原來生氣人是自己害自己的 生氣人就是 害過人 我們當然不想害人 而是想祝福人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每一個都有這個憐憫的心 好了 先講到 神喜歡我們憐憫人的 哪個人憐憫人 神是很喜悅的 神一定是私人祝福你的 神一定是凡事幫助你 我自己放在網上的影片有很多 我把我的電話放上去的 有不同的人問我 香港也有 國際也有的 不同的人問我 都要用時間的 但是我覺得 我是樂意幫他們 不過我又跟他說的 麻煩你不要傳那些 早晨啊 晚安啊 你今天好嗎 你師父好嗎 你太太好嗎 那些我就請你 洗傳給我 新年不洗傳的 行的了 我知道了 反而是個人性的 你需要我幫助 我很樂意幫助 因為我時間太多工作了 你需要幫助我 我會幫助你的 那神是給我這個心 很想幫人 我幫人的時候 我不是想著有什麼賞賜 我只是 我覺得那個人沒有耶穌 而且不懂得跟耶穌 是辛苦的 是不開心的 那神就感動我 一路 就是一路為我開路 譬如我去到那些國家 那些人都覺得 我很有心去幫他們 那現在我在非洲 我興建了兩個 一個傳導人 一個牧師 他們受到我的訓練 他們就願意去 去侍奉神 去不同的國家 去訓練人侍奉 然後我又籌了一些錢 為他們買了電單車 就請人去駕駛電單車 賺了那些錢 除了給了薪金之外 就可以幫他們去宣教 那這也是神擴闊我的領命 去幫助這些人 去憐憫他們 那神真的是去憐憫的 那神又感動我 我在香港 因為我有一個中派 我是一向其實有關係 不過我暫時不在裡面服侍 但是我生活很掛心 我就聯絡這個會長 那會長很好反應 我寫了一個文件 寫了兩個文件給他 他就接觸文字部 叫他找我去寫 把他寫成為書印出來 那這個都是憐憫的 就是祝福的途徑 我來說 其實這裡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宣教有很多事情要做 為甚麼還要做多些呢 因為我憐憫了 我心裏我覺得 很多人需要生命更新 那我能夠做甚麼是福氣來的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憐憫的心 神就喜歡你 在心裏面 見到人就想祝福 我見到人 我就開始去祈禱 我問 神啊 我怎樣去祈福 我就會找機會 尤其他一說一句話 一提到神 或者提到他的困難 我立即在那裡入手 但我不是用高姿態的方法 我就會回應他的感覺 需要 然後回應他 真的 耶穌可以幫到你 或者傳一些信息給他 傳一些影片給他 譬如我有很多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多主題 你找甚麼主題 然後葉穆斯呢 你就會見到我的影片 譬如你說 情緒 情緒葉穆斯 你找到很多情緒的 傷害 有些傷害的 葉穆斯 我找到一些 在YouTube那裡 你會見到我很多影片 可以傳給別人 證明有神 有不同證明的影片 馬泰九雙十三節一起讀 我喜愛怨述 不起愛祭祀 神喜歡我怨述 這裏說不起愛 是一個比較 不是神喜歡你祭祀 獻獻禮物 不是 而是說 我歡喜你 憐憫人 多於獻禮物 獻禮物是應該的 是必須的 不過我憐憫人 更加必須 神更加喜悅 所以 我們想 我們能夠做到一個人身上 大家想一想 你憐憫過多少個人呢 你可以進更多憐憫人呢 即時時都有這個心 我怎麽可以更多憐憫更多的人 這樣的時候 神就喜悅了 神一定很歡喜的 那怎麽憐憫呢 就是關心祂 幫祂 有愛心 傳福音 神喜悅 神喜悅就會大大祝福你 我分享一個 神喜悅的一個名證 其實我講這個就不是跨完 我完全說神一定會記得的 有一個人在網上 你找關子會 以牧師 你就會見到祂的分享 那祂是怎麽樣呢 就是有人介紹 祂就說 祂就有邪靈的影響 那我跟祂做釋放 釋放完之後 祂那時一直參加我的課程 後來祂就 祈禱上了天堂 耶穌帶祂上天堂 不是死那種 是真的祈禱上天堂 祂也有些影片 是講到祂上天堂 上天堂 看到祂生命拆 見到祂生命拆 祂有些受傷的時候 神在旁邊寫一些字 就是祂受傷的時候 是影片來的 神寫一些字 就講到神怎麽連韻祂 看穿祂 感受祂的感覺 然後有一次 祂又上天堂 耶穌就給祂看祂的賞賜記錄策 原來祂所有為神而做的事 都記錄在這本賞賜記錄策 然後祂就打開看到 神紀念祂所有做的事 祂很開心 那祂就跟祂說 我可不可以看一見牧師那本 因為我當時幫祂最多的牧師 耶穌真的叫天使拿下來 拿下來 祂就看到包金的 第二是很厚的 第三是寫著我的愛子 這是我的名字 我聽到我真的很感動 而且我覺得不配 因為我不是夠好 是神簡選我 是我不夠好的時候 神簡選我 更新我的生命 改變我 然後我就回應神 是神的好 當我真的去憐憫人 神是記得的 神是知道的 祂會 祂說欣賞你 聖天說到神愛世人 不過神喜悦某些人 有些人聽神說神喜悦 你想做神喜悦的人 你做神喜悦的人 神喜悦你 神祝福你 神如果喜歡你 我用人的比例 如果李嘉誠很喜歡你 你行不行 如果你有工作問題 你跟祂說一聲 如果祂很喜歡你 就是某原因 你做一些事情 令祂很歡喜 你說我沒有工做 你以為祂會怎樣 立即介紹你的好工 李嘉誠也做 何況是天上的父 如果我們討神喜悦 神是喜歡你 達堂 神是會特別提升你的生命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奇妙的計劃 神在我們生命中 聖天說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天 你已經寫了你的賊賊 已經定了 已經計劃好了 若生被祂的歌出賣 若生跟祂的歌說 祂說你的意思是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神可以使用困難 來祝福我們 就將祂提升成為宰相 神在每個人的心理中 都有奇妙的計劃 但是什麼人 能夠進入這個計劃呢 這個計劃一定是 將生意獻上 當作活祭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測驗神 這個善良 順全可以的旨言 但是這個包括 心意更新而變化 也都很重要 是包括了 憐良的心 那你沒有憐良的心 就是祈禱神 有些人覺得人很煩 哎呀 不喜歡見到人 來到教堂 坐在那裡 有很多人喜歡在教堂坐 坐完 聽完就走了 甚至有些教會是這樣的 到了聽道的時候 他知道 警鐘講道 他就會那時進來 聽完就出去了 這樣的時候 他在教會是沒有參與 沒有侍服 沒有結果子的 也沒有建立神的家 這個是神的家來的 家長是誰啊 家長是誰啊 是不是兩個耳牧師啊 是誰啊 是神啊 如果神是家長 如果我們不關心他的家 他會怎樣啊 他說你真的都不關心我的家 但如果我們關心神的家 神會怎樣啊 神喜悦 神會大大祝福 所以我們有這個心 我們有神的生命 我們就想到祝福了 師比壽更為有福 所以神是喜歡我們去憐憫人 去關心他 幫他 有愛心 還有傳呼音 神是很喜歡的 就算他不相信 神都喜歡的 神給我這個意念 因為傳呼音多 就會經常被人拒絕 但是神 有一次 我心裡面覺得有些不舒服 但是神給我的意念就是 他不相信也好 將來去到天堂 這個人站在神面前 神會說 我的僕人都向你傳呼音 不過你不相信而已 我所做的是會榮耀神 神就歡喜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心想著 我傳呼音或者建立人的靈命 關心他 問候他 神會歡喜的 神一定會賞賜 一定會紀念的 好了 那為什麼人 聖經說了憐憫 為什麼不肯憐憐呢 這些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專注自己的問題 我太多問題 我不開心 我煩惱 我睡不到覺 我身體有健康的問題 我什麼都不行 我怎麼會幫人呢 這個有其他因素 不過人越想自己的問題 他的問題越多 自己是無底心談 你說我好煩 這樣想你越來越煩 其實不要想太多煩 想想人的需要 幫人 你就會忘記自己的問題 在很多地方 其實很貧窮 我們去到很多地方 真的那些人很貧窮 但他依然會有些人 有愛心去幫人 神就祝福他的 第一 專注自己的問題 第二 最根源就是 沒有憐憫的心 就是只是憐憫自己 我想得到什麼 就沒有憐憫人的 或者不懂得 另一個就是不懂得 不懂得如何關心 如何憐憫 如何跟人溝通 這都要學過 其實教會有很多機會 在家序也會學到 在我們事務訓練課程也會學到 還有很大的原因 怕被拒絕 怕自己沒有能力 那時候我在教會 關於關心 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試過 那些人不聽 不喜歡的 那當然有 我全部都當然有 幫人當然有 不過不要緊 他不喜歡 是不是代表我不做 他不喜歡是他的問題 他的軟養 我將來要交仗 現在我做了人身上 是永遠的祝福的 所以他不接納 是他的問題 但是我不要生氣他 不要緊 繼續慢慢祝福他 自愛有一個無底心譚 是永遠都 你越想越多問題 但是我們越去想神的恩典 我們越站得穩 很多人就是 轉為自己的困難 無底心譚 又是充滿煩惱的基督徒 充滿煩惱的基督徒 是可以得釋放的 就是真的 轉為神就可以得釋放的 總之你有需要的 你可以找我 我們的課程也都時時幫人這樣做的 造在日 一個小弟兄身上 馬太25章40節一起讀 王耀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身事料的基督徒 或者定義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造在我身上的 一個最小的 即是那些小孩子 或者是任何一個軟弱的人 一個卑微的人 或者是你鄰舍 或者是你走過街 有沒有有時你坐升 經常見到同一個人 你走過街 看到有些人坐在那裡 有些老人家 不肯定是老人家 總之有些人坐在街 你見到他很不開心 無論怎樣也好 我們都去關心那些人 神是喜悅的 或者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同事 做在他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神 耶穌就完全受落 無論我們用甚麼行動 關心他 總之這個心想 神就會給我們聰明自為 神就會預備 預備方法 神真的會預備 很多時候我出外 我都問神 這個人在我的飛機旁邊 我怎樣跟他開口說呢 我怎樣去傳福音呢 接觸的人 可以我都盡量盡量去傳福音 而有時我發覺神 是特別為我安排一些人的 譬如有一次我呢 去 乘飛機去一個地方 剛剛最近這一次 我去這個 利利亞 那麼他的機場 國際和 本國的飛機場 和國際機場是不同的 距離有距離的 要搭的士的 因為我去的地方 搭完國際飛機 要搭國際飛機 我回來的時候 我知道去到國際飛機場 又要搭的士去那裏 我不介意的 不過那些人 經常都要求很多錢 那麼我就問旁邊的兩個人 我說呢 你們一會兒 要不要去搭國際飛機 那麼他們兩個都說 一個就是我不用 另一個就說 我呢 就天天才搭 所以我不會去國際機場 那麼我問了 後來有一個人說 我是不用去 不過我醒天 我要去那裏做一些事 那麼我可以載你去 那麼 好了 我聽完 我就不是這樣停了 我開始跟他們聊 關於耶穌 然後他告訴我 然後他相信耶穌 然後我鼓勵他 要順便在那個過程 即是祝福他 然後神安排他 我都跟他說 我們大家相信 都是神的祝福 神的安排 我又得到的車載 所以我都能夠把耶穌介紹給你 好了 那六四南轉二十章三五節一起讀 施比仇更為有福 有些人就專注在自己 經常都說 你先來幫我 你先幫我 或者轉換自己的困難 轉換自己的困難越來越多 但是我令人歡喜 自己都歡喜 我令人開心 我也開心 其實助人是快樂之本 世人都發覺 原來神所吩咐的 就算是普通世人 他幫人 他幫他開心一點 那基督徒更加會開心 當我們真的做在別人身上 神的喜悅 我們自己都開心 那你那些 噴難慢慢會走的 即是你開始關心人 跟人聊聊天 那第一步你不用跟他說 我和你祈禱 就是認識一下他 大家溝通 分享一下自己的需要 自己如何給耶穌改變 自己更新 那你也要了解一下他 認識一下他 一次一次認識的時候 就會建立關係 即是心裡想著 我和教會裡 逐個逐個人 每一個盡量去建立關係 當然有些人可能難一些 但是有些人總是容易一些 那時候這個教會 就有很強的連繫 是不是只是等 祖長去關心人 是不是 祖長有限的 所以我們需要每一個人 都可以做的 還有 每個人都是教會分子 不要想自己是客人 給前書二章九節一起讀 唯有你們是被簡選的族裏 是有君主的祭司 是聖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叫你們宣揚那照你們 春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是被簡選的族裏 即是我們全部基督徒 都是有一個被簡選的族裏 是有君尊的 是屬於王的祭司 是一個尊貴的祭司 祭司就是跟人和神中間搭路 將人帶到神那裏 又將神帶到人那裏 在網上 因為我每天都看的 有些魔鬼教的人信耶穌 魔鬼教的人我就沒有興趣看 但是魔鬼教信耶穌 他就說他們 他們有些會有這個靈眼 尤其有些靈魂出竅 就會想害人 他們就會有這個靈眼 去到見到基督徒 發覺他們發光 還有發光程度是不同的 愛主那些 光輝越大 原來我們身上是帶有神的印記 我們身上是有神的同在 有聖靈的同在 所以在那些人看到的時候 他們看到我們是同 很多人同 我們是屬神的子民 屬神的子民 目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每個禮拜坐在那裏 不是的 這是什麼 是叫你們 目的 叫你們 聖經是可以記錄的 叫你們 你可以寫一個箭嘴 在這個聖經那裏畫箭嘴 就是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宣揚那位 他宣揚 不只是在心裏 宣揚那位 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這個是誰呢 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這個就是神 這個是很長的一個形容 形容我神是怎樣呢 他就是將我們呼召出 離開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去宣揚神的美好 所以我有這個法楊神 屬性查經法 就是經常都在經文看到 神多愛我們 關心我們 接納我們 聽過他做兒子 女兒 放心你的信 救了你 就是看到 耶穌會關心人 接納人 他會說 女兒 即是跟他有親密的關係 以及放心 就是關心他的心 放心 他的心 重疼耶穌關心慰容他一個 就宣揚耶穌這種美德 當我們宣揚耶穌這種美好 人們聽到就會喜歡神 在我們心裡 經常都覺得神最好的 吃東西經常看到 哇 神做的味道真是很特別的 我們經歷到聖靈的平安 感激神 神在我們心裡做功 愈喜歡神 自然的口就會說出來 有些人出了教堂 是沒有說耶穌的名字的 在教堂就是敬拜的時候有的 接著都不說了 一起坐下來就聊 你去哪裡旅行 吃什麼東西 就少說耶穌 希望大家的口 是會很自然地 說到耶穌的美好 這個圖也很好 好啊 一起建立教會 一起幫忙建立教堂 好了 我們跟人相處 一定會見到人的問題 我們怎樣處理 很重要的 怎樣去祝福人呢 我們讀一讀上面 體恤傷害人的人 憐憫 接納 祝福 喬恕 因為其實一個人 他被人傷害 他就會傷害人 左手邊就是 以前他受落 他被人孤立 他就會孤立人 他就會傷害人的 他心靈受了傷害 他就會容易傷害人的 他也會不關心人的 他被人控訴 他就容易控訴人的 我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基督徒是很容易控訴人的 那些信息也是 那些信息 經常都說人們會落地獄 我們需要告訴別人 不過不是經常告訴別人 而且經常都說人家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出口就說你沒有愛心 你都不懂聖經 出口就已經是一種傷害的信息 我們就知道 原來可能他內面就被人傷害很多 我們見到他這樣就不要憎恨他 而是知道他受了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人的 好了 當人受了傷害 中間就會怎樣呢 就容易自己受傷害 容易情緒化 容易發怒 很難控制 怒氣控制他 很多怨氣 接著他會怎樣呢 他會說閒話 說人的不好 會傷害人 控制人 原來人 他一生的表現 都是從他的根源開始的 他心裡面藏了什麼東西是怎樣 他就憐憫他 有時人就可以這樣憐憫他 慢慢將他改變 憐憫他 祝福他 他有不好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 但是我就 跟他的不好劃清界線 他的不好 但是跟人就不要劃清界線 他就說你蠢了 劃清界線這句說話不用受落 但是又不要告訴他 我現在跟這句說話劃清界線 你的心做就行了 不用放在心上 他說你蠢 我們不會馬上變成蠢了 會變成蠢的 他說我們蠢這句說話沒有權力 我們就說 神說我是有智慧的 神會給我聰明智慧的 我們明白他的仇 我們就會連出他 而對仇敵 就是聖經講到 他雖然不動我 我願祝福他 我反而得福 路加路章三節 你們都要愛仇的 也要善待他們 並要借給人 不只望上還 你們的賞賜就必大料 你們必作至高者的義子 因為他恩代那忘恩的 和作我的 原來我們祝福人 神就一定祝福你的 有些人說 那不行 是人借錢 我都不只望他上還 這個就是看情況的 那個人是真的 他都努力 但是他真的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不只望他上還 但是有些人 他是濫用別人的錢的 或者他賭錢的 賭錢的 我會告訴你 不要借錢給他的 因為你借給他 真的沒用 他走去又再賭過 我們分辨這個人 他真的有心想改變的 我們其實最重要 要幫他改變 這樣的時候 神是喜悅的 就是我們愛仇敵 善待人 借給人不只望上還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只望上還 我們賞詞就大了 因為神是恩代 我亡因和作惡 我祝福人 神就喜 我祝福人 神就祝福 神就大大的祝福 譬如我發覺 神真的為我開路 我看回 我開始這個復興宣教事工 是很微小的一個機構 但是我們可以幫助什麼呢 肯亞 有機會我給你看一下照片 肯亞幫他開了 建立了一個聖經學院 在坦索尼亞又幫助他 建立了聖經學院 在坦索尼亞又幫助他 建立了一個兒童聚會的地方 我又幫尼比利亞買了一塊田 讓他耕種可以幫那些窮人 又買了電單車 幫那些窮人 還有幫了一個牧師去宣教 又幫肯亞 又買了電單車 又是幫全道人去 現在我呢 主要是幫全道人去宣教 發覺用電單車的方法是挺好的 他們買了電單車 就請人去駕車 然後用錢來幫助宣教 幫助他們去訓練人 這也是神就擴闊的領域 一直擴闊 我們願意幫人 神就擴闊我們的領域 而我的所有收的奉願 是不 我自己沒有收過 因為我是義務的 我是感謝神 神公義我需要我義務去祝福人 所以我們收到的奉獻 全部都是去幫助人的 好了 那怎樣去憐憫人呢 第一 就是感受和關心人的孤單和需要 每個人都有他不開心 當我一說他不開心 我第一就說 如果我是他 我都會不開心 我都會痛苦的 就感受到他 他以前被人傷害的陰影 他不懂得從神得力 有些人 我祈禱無力 我們不要說 你都不懂得祈禱 因為我知道他是難的 那我們去引導他 去幫他 去接納他 有些人傷害未得醫治 他是辛苦的 或者是孤單者 有些人是很孤單的 他需要人幫助 當然我們陪伴是有限制的 有些人說你陪伴他 他真是無可限量 找你每天都可以找你 我們需要幫他找朋友 他怎樣懂得見到朋友 他關心人 他自己慢慢會有朋友 還有有些人是尋求真神的人 這些人其實是最重要的 有人有回應神的 這是最重要的 有多少人很想回應神 去憐憫人的 去祝福人的 去給神使用的 有多少個想的 舉手一下 有多少個 我希望大家 真的向這個方向去 如果這方面你需要幫助 我是樂意幫你的 就是我是不想用時間 在很多無聊的聊天 但是你想侍奉我 是一定幫助來的 你也可以參加 那個訓練 一定得到幫助 那麽歡迎人 怎樣歡迎人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看重和珍惜人 真心歡喜見到人 介紹自己 陪伴他 幫助他熟悉環境和人 了解有什麽地方可幫助 真誠幫助 建立關係 難不難 其實不難 那麽你不要只想著 我很多時候見到 Bella站在後面 歡迎人 不要只想著他搞定 我們自己都做 看到人就珍惜 每一個人都很寶貴 真心開心見到人 就介紹自己 那麽他見完Bella 都可以跟他聊天 我發覺都有一個現象 在這個教會 那些人來到 就坐下坐定了 這個又不是不好的 不過你早點的時候 除了祈禱 都可以看哪個人 就走到旁邊那裏聊天 不要自己坐定了 就在那裏黏住了椅子 真的不想跟人聊天 那麽也都陪伴他 有新人來陪伴他 幫他熟悉環境 洗手間在哪裏 還有這裏的人 介紹他認識哪個牧師 哪個人 或者你的朋友 有什麽地方可以幫助 又真誠幫助我建立關係 那時候他覺得被歡迎 他就會回來的 我自己記得 我第一次去教堂 有一位跟我說 下個禮拜見你 我真的下個禮拜 我就一直回去 原來一個人的說話 是有影響力的 也都接納 無論他怎麽樣 愛馬 他的說話 他跟人相處 無論他都好 我都接納他 你都要憐憫人 怎麽憐憐人呢 想想神怎麽憐憐我們 多謝神 感受人的痛苦 想想怎麽憐憐他 祈禱求神 又放下自卑 有些人說 我不行了 我不會幫到人的 放下自卑 你一開始幫人 你發覺你做到的 其實我自己呢 我不是 我不是生出來 才是這麽外向的 我其實是一個內向的人 我是喜歡自己 我喜歡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可以很長時間 做自己的事 我去關心人 這個是學回來的 我不是天生是這樣的 或者害怕 懼怕 不關心 去聆聽很重要的 幫人很重要的 不要自己慢著說 哎呀 哎呀我好慘 很慘 哎呀誰對我不好 我一直說的時候 你的朋友全都走光了 就關心和實際行動 那呢 我們的憐憫 可以留下永恆的記憶 他永遠記得你的 在天上都記得的 是有永遠的價值的 是不是 有些人我好久都沒見他 他告訴我 廉牧師你記不記得我 我不是很記得 他說你以前幫過我 也有些人這樣說 他說我和你接觸 感覺是一種分亂 我感謝神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都能夠給人一種溫亂 是不難的 是學到的 他所知有師徒有先知有徬夫人 有師和教師 圍繞 成全聖徒 各進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即是說怎樣 誰要做呢 一起做 牧師做 每個人都做 成全聖徒 各進其職 建立 你建立 一起建立 這樣的時候 團隊合作很重要 團隊合作 成全聖徒 建立一個團隊合作的精神 經常介紹 別人跟進是甚麼意思呢 例如有些人你幫不到 你就介紹一個人 這個牧師 或者哪一個領袖 去跟進他 這就是團隊的服事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起去祝福 去醫治很傷心的人 有些人不開心的人 我們可以陪伴他 為他祷告 你都建立人的靈命 這些是我們可以做的 一起建立教會 大家上去嗎 這樣的時候 神很歡喜你 你一定會提升 你的生命的提升 是無可限量的 你有這個心憐憫 是無可限量的提升的 我們一起祷告 你都在身邊前 去反省 我是一個甚麼人呢 有些人是比較慢熱的 不要緊要 你未必做得很快 不過你隔壁 你認識一下 一步一步 不用很快去 有些人可以快點的 有些人慢點的 我們是來到神面前 神靠靠你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有甚麼地方 有軟弱的 我們有甚麼地方是 我們是沒有關心人的 我們只是 傑傑顧傑傑的 我們就會將福音帶給更多人 並且哪個人進來 我們立刻就去關心他 聯繫他 祝福他 主耶穌幫助我們 由我們周圍的人開始 也都入教堂的人 那些人開始 我們不是只是出去 出去外面做 當人進來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送上門了 我們就可以先關心他 祝福他 感動我們 幫助我們 主呀我願意 這裏有幾個人願意 神啊我願意 每個星期回來 我都關心一些人 很願意的 神舉手 神啊我願意 我去找找一些人 有些認識的 有些不認識的 有些人很快找找那些 認識的 認識的都找他 不過呢 找完他就找他 一見到新人 馬上走過去 新人就 舊人就慢慢跟他聊 主耶穌靠你 在練習 有誰願意的 你就站起來 神啊我願意 成為這個教會的歡迎者 你不一定要名單有的 你不用名單有的 如果大家跟我認識 你會發覺 有時有些人找我 聚會時有些人找我 那我就會介紹誰 有時我介紹Catherine 你去跟進一下他 我介紹我們的團隊 跟進一下他 為他祈禱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的 這種氣氛 可不可以每個人都學習 其實是可以的 主耶穌強的憐憫 他的手神的憐憫 賜給我們動力 賜給我們信心 賜給我們這個行心 勇敢 勇敢的心 勝過一切的巨化 勝過一切的奈藥 自卑 神啊我們靠著耶穌 可以得勝有餘 可以給神使用的 求主施恩憐憫 加力量給我們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不要坐下 這些站起來 現在就走去 後面都坐下那些 自我介紹 歡迎你 我希望有機會認識你上方 我好想見到跟你有關係 我好想成為一家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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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ước到關於 軸分 開張 好拍手 是 沒有 對 對 一